好 接下来1600新经济 今天要请主播邮浩婷带我们看看 台北股市明天封关 今天的气氛怎么样呢 浩婷 好 谢谢安琪观众朋友 大家都想啊 虎年的台股要封关了 明天能不能够拼万五 因为距离万五只差一点点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这个指数 台股呢是收涨102点 收在14927 就差那么一些了 成交量呢其实也逐渐的放大 收在成交量有1497.35亿 现在大家就想明天会不会好呢 因为今天啊 包括了台积电视小涨了五块钱 有些人会说有点怕怕的 有长假效应也担心 这一次台股休12天 会不会美股一弱 那么台股1月三朝开红盘那天 表现不好 我们先来看 如果你要报股过年的话 有几个操作的提醒 像是如果你是高持股部位 就可以适度降低了 手上那种高价的股票好几张 或许就可以卖个一两张 那么如果你来看 明天的这个量能呢 如果一开盘就出现了超过 200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呢 你就要去看哦 短线涨多 你真的可以获利了结了 这是专家的建议 那么长线来看呢 如果你手上是这几类的股票 或许不用那么怕 因为像是电动车 网通 还有像是这个 受到大陆解封的这个概念股 收贿概念股 包括了像是钢铁塑化啦 中盖内需像是水泥 这两天大家也看得多 高值利率股就不用急着卖了 虽然会怕怕的 我们来看哦 其实今天股汇双涨 在汇市方面呢 台币兑换美元 今天是升1.19角 收在30.268 所以呢目前看起来 有些分析师认为说 新的金兔年啊 在汇市这边不用太担心了 汇市星期四封关 很可能未来这一年 像这个兔子一样 因为迎接金兔年 先蹲后跳 在FED结束升息循环之后 有机会台币兑美元 就会占回二字头 安琪 不过浩婷您说到怕怕的 确实现在市场上 变数都还很多 像晶片 过去两年说是大缺货 可是最近几家大厂 好像开始要有不同行动了呢 好我们来看 晶片下单这个部分 很多人都说 这个库存 去化还不够的明显 先来看 三星传出 砍晶元代工投资 终极到了三大的晶元厂 我们现在看一看 现在危机放在哪里呢 包括了像是 晶片 晶片下格下滑 而且速度快于预期 也就是手上的利润 很可能会低于 损益的平衡点 就要赔钱了 那么晶片市场 现在需求也放缓了 所以现在 韩国的经济日报 就报道说 三星有可能 缩减晶元代工的投资 大概跟前年 97亿美元差不多 所以你看到 三星都保守了 现在市场怎么看 这个讯息 说三星跟台积电 三奈米的竞赛 会越来越明显 台积电是蛮厉害的 晶元代工龙头 市占率高达56.1% 依旧是站在龙头地位 三星也不差 有15%左右 那么调降了年度的投资 也就是对短期的 半导体试况 看法就保守了 不敢再砸那么多钱 去扩厂啦 或是在这个研发部分 那么细晶元需求 也会下降 冲击商也可能受到冲击 像是信越 甚高 以及包括环球金 这个我们台湾比较知道的 也就是呢 未来对联电的下单力道 很可能会放缓 所以呢 依旧是对于这个 半导体 以及细晶元产业 会有影响 这就是最新的分析 三星很可能 会砍年度投资 安琪 好 还要问一下 房地产市场 最近政府有几个 打房措施了 不过也传出说 过年之后 内政部可能会推个 房贷补贴 就是什么状况呢 浩婷 好 刚刚安琪提到了 这个政府的重拳 它是打炒房的部分 那么在房贷补贴 因为大家是比较辛苦 所以这次呢 渴望在春节之后上路 内政部说啊 你不用再多申请了 直接汇入你的帐头 因为之前呢 这个银行不是都有 乘坐房贷 当然都有资料了 说春节后给予 为期一年的房贷定额的补贴 很可能会有 四十万户来受费 我们现在来看 有四大条件 就是说 你要做这个房贷 的确已经去申请贷款 名下你只能有一户 还有包括你的 家户平均所得 要在一定的分位数下 共适时五十分位数 再来我们看左下角 它是定额补贴 不是说你越贷越高 那种补贴给你很多次 就是房贷一千万 月领大概最多 顶多四千 其实不无小补 还有一个排富条款 豪宅当然不适用 那么刚刚提到了两个部分 就是五十分位数 如果你台北市 家户所得一百六十七万 新北一百三十二万 台中一百二十三万 以下才有办法 拿到这个补贴 那么再来看豪宅定义 台北市房价 一户七千万以上 新北一户六千万以上 这就是豪宅了 零不到内政部要给的补贴 所以打炒房部分 资讯您已经掌握 接下来邀请您 用手机镜头 对准我们的 这个LINE的QR Code 扫描一下 加入GPBS的娱乐头条 掌握最新的娱乐大小事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